上海疫情呈明星赵妖镜 韩红拒绝支援反被上海人爆赞 东方卫视或难辞其咎 近日上海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这场疫情也犹如一面赵妖镜 让娱乐圈很多明星网红献出原型 千佑嫌弃阿辉送过来的抗疫物资不是名牌 而扔进了垃圾桶的赵肖文 后有人因为发生为上海加油遭全网逼捐的杨谦席 二日金韩红在表示不撑上海后 却反被上海人爆赞 要知道在此前 国内大多数突发事件中 韩红与其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总是奔走在灾区第一线 会仅捐钱捐物 还号召娱乐圈人士踊跃加入其中 为灾区人民献上属于自己的爱心 而这次上海发生疫情 韩红始终保持沉默 没有捐款也没有捐物 甚至连个加油都没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网友指出 韩红之所以并未支援上海 东方卫视或难辞其咎 韩红是因为东方卫视 这次使用王海涛这个世界那么多人版权仪式 才拒绝之人伤害 此前东方卫视举办抗议晚会 受到了更多网友的抨击与指引 节目中就有掺隆张灵芝夫妇 合唱的这个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王海涛 王海涛曾经公开表示 不允许东方卫视使用这首歌的版权 而东方卫视却明知故犯 非法使用了这首歌 韩红作为一名歌手 肯定对于著作权尤其是音乐创作 相关的著作权问题十分重视 他得知此消息后 发布了一条朋友圈怒斥东方卫视 并表示自己与所带领的爱心志恩队 不会奔赴上海 无法用实际行动支持上海市民 为此只能为广大上海的父老乡亲们 送上祝福 该家朋友圈是否是韩红本人所发 我们无法证实 真的这次韩红明确表态 拒绝志恩上海 本来以为身在其中的上海同胞 不会理解 没想到韩红朋友圈何发生 却获得了上海本地人的支持 不少上海网友表示 他们现在最缺的是物资 而不是将明星们请来 唱唱跳跳之类的精神试量 现在上海情况比较严峻 疫情传播期间减少人员流动 不去现场添堵 也是一种帮助 对于韩红表态 不去上海区员你支持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